金融市近五層房子 屋林超过30年以上 政府推动为老更新发现 金融市容积已转门槛过高 导致2012年以来 金融市只有28件的申请案 观察到历年的建造合法的数字 真的有下降 所以我们在4月就提出了 一个审查制度的一个精进 现在看到效果 但是我们发现 还有很多很多的部分 在开发的部分 我们必须要面对 我们还是得解决 所以我们今天就针对 融机移转这件事情 来提出解决之道 市任府推动融机移转双轨制 未来接受基地除原本 已经捐赠公共设施保留地 取得移入融机之外 新定定折脚带金方式 办理融机移转 谢国梁市长上任以来 就责成我们都发处 来进行相关的精进的措施 对于基隆的投资环境 还有就业市场 还有都市景观改善 以及都更为老 表达了相当高度的一个重视 那未来呢 会接受基地除原本 以捐赠公共建设保留地 取得移转移入的融机外 本次呢 他也会新定亦得以折脚带金的方式来办理融机转移 我们希望能够在捐地还有带金双轨制的进行下 加速取得公共建设保留地 促进市容环境的提升 目前来讲他必须开发商他必须要去买公保地 那他可能要去找这些公保地的地主 那完了以后可能我们市府内部 还有各个公共设施用地的主管机关 那他可能要去清理他土地的一些相关的权利义务 如果他有地上权或等等的 那这些实诚依照过去的经验 其实都非常的耗时 也导致说开发商在申请融移上 他们比较没有这样的诱因 那我们这一次推出的时候 我们也希望 虽然我们刚刚讲的是说至少一半以上 可是如果你愿意全部来申请 用带金的部分来申请 我们是非常欢迎的 那最主要就是说 未来只要这个申请人提出申请 我们就会委托三家估价师 去做这个估价的部分 因为带金透过估价来 做这样试价的一个审查 此外市府推出了三项革新 包括透过降低申请融机移转的门槛 鼓励多更及围绕 并开放工业区等方式 促使融机移转的申请 变得更简便更亲民 所以希望透过这个 目前有都更的机制 或者是围绕的机制 那我搭配一些奖励 来做促成这样的更新 但是除此之外 在都更围绕的部分 在推动的时候 其实如果能加入 申请这些融机移转 更能促成这个都更围绕 这个能达成的这个美意 那第三个就是我们市政府 市长非常重视这个就业 希望创造这一些工业园区 有更多的这个投资 然后吸引更多的这个就业进来 希望未来能够更好的产业环境 让基隆人能够在我们在地就业 能够创造更多的就业的机会 这也是我们今天所提出来 开放工业区也能够融机移转 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原因 那整套的机制 这样子看起来 我们也能够取得一些贷金 也就是在财政的负担上 我们能够一并的来开辟公共设施 让除了优质成长 我们也能够开辟公共设施 既今年4月 市府将开发审查流程简化之后 又推动融机移转双轨制和三项革新 希望加速基隆都市环境提升 记者黄少民基隆报道